完毕后的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可能去思考一下 光是第一张图 我们画好之后 我们大概隐约看到了一些现象 这个看这个现象会随着你的知识 还有你是不是做这个工作的专业 会不同 是真的不同 那我们上这个课程 主要就是希望说 至少先拉平到一定的水平 就是先让你看到这个图表 然后你要拿出大一大学一年级 曾经修过的危机分 你才能够大概看得懂趋势线 这种概念 例如说 我们先来看这是我们先之前讲的第一张图 光是这直条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11年间 进口金额是先下降 先下降慢慢的下降 到了这个11年间的中间的时候 开始慢慢上升 是先降后升 所以这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叫V 可以吗 正当像一个胜利啊 请问一下 在开发 因为我们已经算是已开发国家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看一看说 已开发国家的进口需求 到V 它的意义是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很值得我们来去了解的事情了 好 那再来 第二平均约为4亿 4亿在这边平均线 然后2016年最低 2016在这里 2015是3.3亿 2015对不起 应该是2015年最低 差不多对不对 好 应该讲说 2015跟2016年最低 然后再来就是2021年最高 再来趋势是上升 对吧 好 是